這個動作其實對打中好用 但它要慢慢的脫掉 比如說我們常來做的後手伏絕的動作 一開始因為大家身體沒辦法借太多 沒辦法借重力量 所以我要轉動這個動作 咬的是它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今天練的是傳統武術的話 理論上這個動作會蠻小的 大家認同它這個動作 它可能是跟步啊 你這樣或是這樣啊 或是這樣啊 那你如何把這個動力慢慢帶到私立隊練成 它有一個 階段性 一開始我要是好打 好對打 但是在好對打的狀況下 你要慢慢的去調整節奏 變成你平常練動力不在力 平常練的東西怎麼帶到隊友的動作 那你必須讓它知道說 例如說 我這些學的跟這個動作 它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是一樣的 這樣子明明不一樣 那為什麼在控制是一樣的 身體控制是一樣的 那這個每個門派不一樣 人家教我們自己系統的 嗯 那 太糾結在對打這件事情 你的 一些門派內的一些手法導致導致想會給你拉比較 因為它有些是四方向的空子 前後左右啊 然後直接直接走啊 這些 多空間的空子類 那你一對一對練其中就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不去練對練 你一對一的時間 你也知道 你在多空間上就不需要 但是你在對練中這個多空間的一些額外的技法又不需要 這是很唯一 所以你必要去做一個平衡啊 你要知道為什麼對練 然後對練中有些東西 例如說 我今天這樣進來 ND進來 我會不會靠我比較後悔 對這件事情 什麼然後我今天去抓他抓不到拉的頭啊拉的頭 這些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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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TUBE在這裡 cabe 你會串他的臉 所以有一個重點就是 對練必須要有一個 好的配練 你大國際要差不多 因為像我們在對打 我們會去抓土匯嗎 或是會拉一下衣服 或是可能掃一下膝蓋 然後手肘都摔了 然後抓到後頭 那在外面穿要不行啊 但我們在練也不肯定確定 所以在練的時候 你在自己的 你是要辦法去測這種節奏的東西 對外面的人你不會做這些動作 那你就要去抓說 你可不可以應付他的拍子 跟不同的系統的打 在練的是你平常的你練的系統 你有沒有辦法應付這個節奏 然後跟自己系統的在對練 是在練習說 在規則以外的那種各種節奏下 你有辦法做練習 我們在練習說 是個好啊